青春熱血的台灣賈子園 中信杯黑豹齊全國高中棒球大賽 歷經一個多月的拼戰後 終於迎來最終的冠軍決戰 由古堡加上跟浦門中學上演南北大對抗 面對前一場半島強敵平鎮 對時首度闖進黑豹齊冠軍賽的浦門 過去三年都以亞軍隱恨作手的浦寶 很快就有同事 開始就突破浦門先發投手 顏承恩的方索 靠著邱鑫和劉軍偉兩位U18國手 成功連線 強下奔昌比賽也一分 古堡打線率先有所收穫 也讓自家先發投手黃仲祥吃下定心彎 一甩前一場四強賽 面對鷹哥攻傷先發不到一局 就被打退場了腳筋 前三局都有效壓制浦門打線 四局下雖然面臨得點圈和跑指的危機 黃仲祥也以漂亮的三陣 為自己解威力保護十分 五局上古堡攻勢在齊 第一位上場的韓碩恆 就掃出深遠長達攻佔二壘壘包 再靠著犧牲出席來到三壘的方大門口 這下也讓浦門換頭由朱玉成解體登板 但他雖然成功讓邱鑫敲出中外野飛球出局 但這距離已經足夠讓韓碩恆跑回本壘 高飛犧牲打 普堡再下一撐 隨後黃仲祥持續封鎖浦門打線 來到七局上隊友還要再替他 添加保險兩出局一二雷有跑者情況 林勝恩反方向的攻擊 掃上左外野一口氣送回兩位隊友 是隻帶有兩分打點的二兩大 再來又是劉俊維 個人單場第二盞打 幫助古堡七局上一口氣吃下了三分大局 也讓黃仲祥更有本錢繼續投完 七局下浦門最後反攻的機會 他不給機會 趕緊利漏的三上三下 黃仲祥七局用了九十三球 只被敲兩針打 標出六四三陣 玩頭玩封的精彩表現 幫助古堡加上五比零 擊退浦門中學 拿下今年黑豹期的冠軍 這是他們頓時在黑豹期的第三關 也終於打破過去連續三年的亞軍魔咒 YT在綜合報導